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野餐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佩琪和家人们要去郊外野餐 猪爸爸手里拿着野餐篮子 我带了野餐布 面包 奶酪 番茄 还有柠檬水 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吗 妈妈的草莓蛋糕 我是在逗你了 猪妈妈的自制蛋糕当然拿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出发吧 这个地方看上去很适合我们野餐呢 好棒 出来玩真开心呢 我们应该稍微跑一下做些锻炼 我想吃点东西再睡一会儿 我可不想再跑来跑去了 也许只有爸爸该去做些锻炼 他的肚子真的太大了 我的肚子才不大呢 待会儿就算你们不锻炼 我也会自己去的 我们开动吧 好主意 猪妈妈 我实在是太饿了 真好吃 我感觉有一点困了 我记得你说想去跑步锻炼一下呢 过一会儿吧 瞧 那里有一群小鸭子 妈妈 我们可以去喂鸭子吗 当然了 可以把剩下的面包都拿去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喂鸭子了 妈妈 我觉得他们想要再来一点 那些面包吃完就没了 我觉得已经够了 对不起 鸭子女士 我们的面包吃完了 鸭子想要更多吃的 猪爸爸也只是嘴上说说要锻炼 怎么了 又是你们呢 佩奇说过了 已经没有面包了 妈妈 我们不是还有一点草莓蛋糕吗 如果蛋糕剩下的话 你可以喂个鸭子吃 大家都喜欢猪妈妈的自制草莓蛋糕 天哪 一只黄蜂 我讨厌黄蜂 走开 这有什么关系猪妈妈 一只小黄蜂而已 走开 走开 黄蜂 你待着别动猪妈妈 它就会飞走的 看 飞走了 你只要待着别动就行了 快走开 走开 救命啊 走开 不要跟着我 希望那只黄蜂不要盯到爸爸 快走开 你这只小虫子 不会的 爸爸跑得很快 黄蜂追不到它的 走开 趁黄蜂还没有回来 我们把蛋糕吃了吧 哦不 我们忘了给鸭子留点了 黄蜂没有跟着吧 你说过要跑两圈锻炼一下的猪爸爸 但我看你什么都没做 幸好我把我的草莓蛋糕紧紧抓在手里 别吃了爸爸 剩下的蛋糕是要留给鸭子吃的 哦 你们是非常幸运的鸭子 快点和我爸爸说谢谢吧 不用那么客气 我们该回家了 和鸭子们说再见吧 再见了鸭子们 下次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监怎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